2021年绝对是娱乐圈瓜田丰收的一年 足可以立为吃瓜界的里程碑 当网友们在瓜田里面找不到回家的路时 有预言地发射了沉痛一击 带着猛料砸向了我们 郑爽带孕气痒 霸晨与张碧晨有孩子 冯绍峰赵令离婚 张艺兴养子在一起了 即便是相关明星在娱乐圈辟谣日那天进行了辟谣 但是依旧抵挡不住真相的洪水迸发 前面几条纷纷被时间证实 然而我们小绵羊和小猴子的爱情 却不知道还在哪里飘着 但是就在我们为她辗转反侧的时候 她来了 最新一季的向往的生活开播 张艺兴成为了节目的常驻嘉宾 养子则是迈着轻快的步伐 成为了飞行嘉宾 那是一个月明星期的晚上 晚风吹动刚刚栽种好的树苗 劳动了一天的人们 结束辛苦的工作 相遇屋中靠坐在板凳上 然后开始愉快的泡脚 悠闲又舒适 此时的他们还不知道 带着放大镜的网友 已经抵达战场 并且已经有了一个巨大的战果 杨子的睡库和张艺兴的睡衣库 竟是同款 前段时间 杜华手滑点赞 张艺兴兴子恋情的事件 再度被翻出 杜华作为娱乐圈大佬 掌握的一手消息绝对不少 这两波事情撞在一起 真是妙蛙种子吃了妙碎脚 进了米奇妙妙屋 妙到家了 恋情有了实锤 难道下一步就是要官宣了吗 任你网上讨论的热火朝天 当事人自微然不动 默契今生 然而实际上 我们机制的小猴子 已经敲咪咪的进行了回应 5月10号 杨子在短视频平台上面上了热榜 同日他也热搜榜上有名 视频里面杨子欢快的 蹦跶在横店的街道上 表示自己回家了 并对工作人员 谈录了自己的梦想 我梦想就是新年的戏快快播出 取得一个好成绩 搞定了啦 然后就是 抱抱 还有就是我家都是要成功 他还发图晒出了自己的报复耳钉 影配文 同一个世界 同一个梦想 评论区也是一片想报复的回复 小猴子真的是太懂我们了 看到这里 你是不是觉得 这和杨子的恋情谈不上牵扯极深 可以说是毫不相关了 那小编就要说一句 你格局太小了 杨子对于恋情的事只字不提 而是大声的宣布自己要搞事业 这不正是在表明 小仙女不需要恋爱 小仙女只想一心搞钱 后来也有人透露 张一新 杨子的同款睡衣 其实是节目组统一发放的 因为品牌相同 所以长得是一模一样的 恋爱的传言也算是不攻自破了 不过说起来 自从和秦俊杰分手至今 杨子再也没谈过恋爱 难道是受情伤太重了吗 当年他和秦俊杰拍了清云志 又一起走过了龙珠传奇 爱情的火花那是花花的帽啊 两人抵挡不住内心的悸动 顺理成章的就走到了一起 热恋期间的情侣 最少不了的就是花式虐狗 于是秦俊杰让杨子空降自己粉丝群 发了一条甜甜的语音 大家好啊 好好支持他哟 谢谢大家喜欢他 大家喜欢他的同时 也不要忘记喜欢我哦 事情进行到现在 还是一片祥和 但是他来了 他带着骚操作走来了 秦俊杰跟在旁边夹了一句 说让你们退了这个群 完了之后 取他的粉丝群吧 战火一下就被点燃 秦俊杰粉丝开始怒撕杨子 而杨子粉丝也是不甘示弱 更绝的是 一开始啊 秦俊杰粉丝开始骂杨子的时候 他直接给粉丝道歉了 还回问 你也不喜欢杨子吗 而此时的杨子 正在怼己方的粉丝 要求他们尊重南方 这不是直接让我们小猴子里外不是人吗 后来两人分手后 秦俊杰揭秘两人分手原因 他表示 不喜欢杨子这样性格的女孩 大大咧咧的 异性女儿还很好 异性朋友太多了 不是大兄弟 这不是全球人都知道的事吗 能在一起也表示你是接受的 现在又拿出来说 是什么迷惑发言 秦俊杰这发言一出 网友们简直不要太心疼杨子 遇到这样一个渣男 而分手后的杨子一部剧接一部剧的爆火 组的CP那是一个接着一个 就在粉丝们大声呼喊 在一起的时候 优秀的杨子同学 通过自己的不懈努力 将他们成功的储成了铁哥们 一起快快乐乐搞事业 果然优秀的人都在努力搞钱 我们又有什么理由不努力呢 好了 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 感谢大家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